每个人都有梦想 有的人相当救死父上的医生 还有的人相当政府太空的宇航员 我也一直有一个梦想 而我学习汉语的道路 就是从这个梦想开始的 大家好 我叫白尤利来自俄罗斯 今天我站在这里 心中充满了激动和喜悦 因为我终于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 来到中国留学 以前我只能通过阅读书籍来了解中国 但现在我能用自己的足迹 用自己的眼睛去捕捉那些梦中的地方 我已经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 走进了中国人的真实生活 我了解并熟悉了中国传统习俗和艺术 对它们越来越着迷 因为它们是那样的独具特色和丰富多彩 了解中国需要更好的汉语 因此我走进大学学习汉语 在老师的帮助下 我和同学们做了很多关于汉语 听、说、读、写的练习 跟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福祉的同学一起学习 度过一天天快乐的时光 汉语已经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交流的桥梁 我们在中国讨论我们的经历 彼此相守自己的见闻 我们一起旅行和学习新的知识 未来我们也能用中文 去传递我们国家的特色文化 我希望有机会用自己的脚步 去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 解释更多的中国诱人 我也会努力学习 相信有一天能为中文友谊 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最后我想对大家说 无论你的梦想是什么 只要你勇敢地追求并付出努力 就一定能够实现它 让我们一起携手前行 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奋斗 谢谢大家